美国前总统川普因为封口非案 被陪审团定罪之后 在31号召开了记者会通批 说这是一次被操纵的审判 并且指控美国总统拜登就是幕后黑手 他也宣布将会上诉 而拜登反批 川普只因为不满判决 就说司法被操纵 是鲁莽危险不负责任的行为 美国前总统川普被判有罪 但他还向上场打背情牌 随即在纽约曼哈顿的川普大陆召开记者会 痛批司法不公 川普怒批这是一次被操纵 可耻 出于政治动机的审判 他宣布将会上诉 还指控这场审判全都是拜登的阴谋 意图使人不当选 拜登则表示 美国的司法体制运作已经将近250年 他是美国的基石 绝不容许任何人破坏他 拜登原本对川普的司法案件保持距离 以免被指控政治干预 但判决的结果却让拜登捡到枪 有机会拿来争取中间选民 不过川普似乎完全不受到判决的影响 定罪之后几个小时便马不停蹄 在一处私人住宅跟共和党的金主共庆晚餐 判决的结果反而帮助他更吸睛 陈宇里面也 见 illa 那么 下期见 见不见 见不见